掌声有请今天的科技成果展示人 刘勇老师 欢迎您 请刘勇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带来的科研成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安门医院妇科的刘勇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咱们的中国中医药大会 我今天带来的科研成果是我们的解瘀活血治疗子宫内膜医院症不孕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 那这项应用的成果它的针对性非常强 专门针对我们在妇科疾病当中经常见到的这个子宫内膜异味症 那我想问一下您所在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进行这个病症的研究呢 我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呢是我们广安门医院妇科团队历时了23年三代人共同努力奋斗的一个研究成果 我的老师赵瑞华教授就受到了担心心法我们的六域理论的一个启迪 创建了我们的从于论治子宫内膜异味症的这么一个学术思想 然后制定了一个解瘀活血治疗子宫内膜异味症的这么一个疗法 其实说到子宫内膜异味症 我想请刘老师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形象的比喻来为我们更加直观地介绍一下 这个病症它的治疗的一个原理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好 道具上来了 怎么都是水果呀 有木瓜 火龙果 还有蓝莓 这个都代表什么 是这样子 我们的子宫内膜异味症呢 作为妇科的一个常见病 疑难病呢 它有自己的一套发病机制 这个呢 是模拟了我们的子宫 这个是模拟了我们的卵巢 这是我们两侧的疏卵管 我们内一阵这个疾病呢 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子宫内膜组织 意味到了子宫腔以外的地方生长 导致的一系列疾病 这是我们正常的子宫内膜组织 我们的月经呢 就是我们的正常内膜组织 周期性的脱落排出体外产生的 人在来月经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刺激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内膜组织 没有沿着宫颈排到体外 而是沿着我们的疏卵管 力流到了我们的盆腔里面 这些破碎的内膜呢 就在盆腔里面 如星星点点般的散落下来 我们人体可能会清除掉 部分的内膜组织 但还有一部分内膜组织 在里面生根发芽 长成一个男子色的结结 变大了 对 变大了 如果在卵巢上的这个蓝紫色结结 进一步的发展的话 就有可能会形成我们的 子宫内膜意味症囊肿 也就是我们的巧囊 当我们做完手术以后 我们去除掉这些巨大的 内膜并造以后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复发的 那我们中药在后面的 抑制复发的时候 就改善了这个环境 让这个内膜组织呢 不容易在这里粘幅 寝润 生长 从而达到 抑制子宫内膜生长的一个目的 无论会抑制并造生长以外 我们还可以促进卵袍的发育 抑制整个盆腔粘连的一个形成 这就是我们中药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呢 很有幸的在2021年度 获得了中国中西结合学会 科学技术的一等奖 张老师 您是这个项目的学术带头人 那这些年一定是付出了 很多辛苦的研究啊 我们这个方案其实最初 真的是灵感是来源于 丹西心法的六欲 这个病活血化瘀的治法 是大家都共认的 但是解鱼活血 就是我们又提前了一步 关口前移吧 既能解鱼又能活血 我们之前其实在美国做过一次交流 在日本也做过一次交流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再进一步的 去做一些大型的临床的和基础的研究 因为这个病我们通俗的说 它会是你怀不上 保不住 生不好 就是它在全过程可能都会有影响 要用我们的慢病管理的方式 一直地去追踪管理和研究 吴老师 刚才我们通过刘老师的介绍 了解了赵老师团队 目前对于子宫内膜意味症的科创的成果 那我听说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相当的深入 子宫内膜意味症呢 它用中药治疗是一个最好的治疗 因为中医在治疗的过程中 可以一方面控制子宫内膜意味症 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促卵助孕 像有一个患者吧 他是原发不孕 做了腹腔镜下的子宫内膜 一位囊肿的剥除手术 半年它就双侧的巧克力囊肿都复发了 中药治疗两个月以后 它痛经消失了 乱性盆腔痛也基本消失了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促卵助孕 总共治疗一共八个月 它就怀上了孩子 而且很顺利 所以现在中医辩证疗法 能够治疗很多的妇科的疑难症 效果还都是很好的 好的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 确实中医给这些女性带来了希望 那刘老师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生活中 我们有哪些好建议 能够预防这个子宫内膜意味症呢 对于女性来说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腰腹部 这一块的运动了 今天我也给大家带了一点点小的窍门 就像现在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动一动 我们的两脚 伸开 与肩同宽 膝盖微微地弯曲 肩膀不动 用我们的胯 想象着在空中画一个横着的一个八字 横着的八 对 我们往上一顶一回收 再往方方向一顶一回收 这样子慢慢地 哎呀 这个太舒服了 尤其站了这么久 对 站了这么久的时候 我们就站起来动一动 动一动活活我们的胯 动一动我们的腰 这能够活动我们的代脉 改善我们的盆腔血共 改善我们的盆腔环境 谢谢 年轻的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充满活力暖心的这些建议 谢谢您来到我们中国中医药大会 创新的舞台上 让我们了解了目前关于这个病症 最新的治疗方法和思路 好 谢谢您